今天来介绍一下Obsidian的基础操作 顺便讲一下怎么样制作我上节提到的这样一个写作系统 那为了更方便的去讲 我会把Obsidian简化为OB 当我讲OB的时候指的就是Obsidian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是在哪里下载 可以在百度搜索Obsidian下载你需要的客户端 安装可以直接使用 不用注册登录 OB现在已经支持了全平台 安卓和iOS也都支持 在下载下来之后把你的OB改成中文 然后你需要指定一个本地文件夹当作你的库 因为OB的文件都是存本地的 不吃网速隐私安全 然后我们来到主界面 在帮助中心 这里有详细的文档也是中文的 所有的功能都有详细的讲解以及事例 看到这里已经解决了你90%的问题了 如果你不想看字请继续往下看 然后是一个许多人比较关心的话题 能不能改主题 能 但是这个功能需要梯子 有了梯子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用户分享的自己做的主题 你可以直接应用到你的OB里 那么这些是许多人比较关心的话题 设置里面的其他东西 你们可以改成中文版自己探索一下 我们回到工作区 左边的功能栏分别是快速切换 关系图谱 命令面板 笔记漫游 录音 这些工具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设置中的核心插件里选择开关 我们一个一个看 快速切换意味着输入标题或关键字 进入已有的笔记 如果没有 则可以点击创建一条新的笔记 关系图谱也就是神经网络图 是根据你的内容自动生成的 这个图代表了你的思维过程 如果这个图很乱 你希望改变它 你需要去改变你的索引 在图的左边有一个小小的设置 这个里面可以设置你的图的样式 比如说分类的颜色 点与点之间的密集程度 不透明度 线的粗细等等 这个功能的意义主要在于 使你的图更好看 更符合你的使用习惯 快捷指令目录 这里面包含了所有欧币的快捷键 忘记了可以回来看一眼 点击可以直接应用 笔记漫游指的是 点击这个按钮 会随机出现你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在我没有灵感的时候 我就会随机漫游一下 录音指的是 点击可以直接在软件内录音 录音的文件可以关联到笔记里 下面来到文件区 分别是文件列表 搜索 收藏 文件区下面附带的是 三个相关的操作 新建笔记 新建文件夹 排序 通过拖拽可以把笔记归类 中间是写作的地方 写完的东西可以点击预览 在预览模式下 你只能看不能改 而且所有引用的附件 都可以展示出来 在编辑模式下 它将会是一段文字 点击关闭 可以关闭这个页面 在更多功能里 有很多零碎的小工具 都是中文 你们可以自己探索 重点讲几个常用的 首先是页面拆分 就是分屏 页面拆分 分为上下拆分和左右拆分 点击之后 会自动地把你这篇笔记 分为两个屏幕 如果你希望拆分不同的笔记 那么你可以点击锁定 然后从目录里打开 另一篇笔记 如果要添加更多屏幕 操作也是一样的 拖动笔记标题前的文件图标 可以随意的更换位置 上下或者左右 第二局部关系图 展示了这条笔记下的逻辑关系 第三反向链接 指的是其他引用了这篇笔记的笔记 第四初链 指的是这篇笔记引用的其他笔记 然后是右侧信息栏 分别是这篇笔记的反向链接 这篇笔记的初链面板 整个库的标签 以及这篇笔记的大杆 这里面的工具同样可以在设置里的核心插件里选择开关 下面来看一下主要的编辑面板 首先是怎么给内容加标题 单锦号加空格输入文字 可以加大标题 锦号越多标题越小 我最多用三种标题 但OB好像支持六种以上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第二加标签 锦号不加空格 直接输入文字可以新建标签 删除标签就是删除这函字 删除后本篇笔记不再收录到标签里 当你所有的笔记里都没有这个标签的时候 标签会自动消失 不需要单独管理 第三添加链接 输入两个大的翻括号 再输入文字引用笔记或者新建笔记 两个大括号换出笔记后 把鼠标放在你想引用的笔记上 按锦号可以换出段落 点击可以直接选定段落展示 记得在写笔记的时候 段落前一定要加标题 没有标题在欧币里是不算段落的 也就是你无法直接单独引用 在引用笔记的大括号前面加感叹号 可以使它展示在本页面 如果没有感叹号则需要点击跳转 第四引用素材 可以引用图片PDF视频音频等文件 拖动即可嵌录 下面进入第三部分 怎样建立一个我这样的写作系统 第一步建立新库 在页面的左下角点击打开库 这里展示了Obsidian的文件库管理 左边是已经存在的库 点击创建新库 输入名称 选择位置 点击创建 第二步建立索引 点击新建笔记 输入索引标题 然后先来建立大分类 按锦号加空格输入文字 建立一号分类 按两个锦号加空格输入文字 建立二号分类 想要建立更多分类 可以按照标题的大小依次建立 第三步填充内容 技巧一 新建和引用笔记 输入两个翻的大括号后输入文字 以大括号结尾建立新笔记 你也可以在文件区新建笔记 回到索引引用 输入两个大括号后输入标题 引用刚才那篇笔记 技巧二 引用段落 输入两个大括号 再输入你想引用的笔记标题 把鼠标移动到你想引用的笔记前 按锦号 换出段落 点击选择你想引用的段落 预览后可以看到只展示了引用的段落 技巧三 两种展示方式 在引用的笔记前加上感叹号 点击预览 可以在本页面查看 去掉感叹号 点击预览 只展示标题 需要点击查看 技巧四 引用附件 拖动图片 音频或视频到笔记中 点击预览 可展示附件 第五步 神经网络图图 通过回顾你的神经网络图 来回顾你的内容和逻辑 可以看到笔记与笔记之间的连接 神经网络图会随着你的索引变动而变动 第五步 整理导航 新建三种文件夹 一索引 二笔记 三复件 通过拖拽把笔记归类 打开设置 点击文件与链接 在新建笔记的存放位置 选择下方指定的文件夹 选择笔记 然后拉到最下面 在新附件的默认位置 点击选择下方指定的文件夹 选择附件 回到主界面 这样每次你新建笔记时 都会放到指定的笔记和附件的文件夹当中 不用对这两个文件夹进行管理 只需要管理好你的索引 就像我之前介绍的一样 我的笔记可能有很多 但是我的索引只有几个 你需要重复优化的是你的索引和内容 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看到最后 下面是个彩蛋 提前透露一下 我掐饭了 产品是一个我一直很喜欢的产品 近期会分享给大家 老粉应该知道 我很少接推广 因为我有强迫症 总是想推荐我使用过的 我觉得好的 真正对你们有用的产品 所以呢 这次也是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我喜欢的 也一直信赖的品牌 也刚好好久没有办抽奖了 就想着赚到钱 就回馈给大家一些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废话不多说 公众号计量回复抽奖 即可参与 奖品是现金 抽三个人送 每人一百元 就当做请你们喝奶茶了 抽奖时间是从 今天8月21号到两周后的9月4号开奖 做视频半年了 我从一个内向的什么都不懂的小透明 也成长了许多 也非常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 希望我们以后也能一同成长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